大家好 我是懒发饭 今天做一道特别适合夏天吃的蒙果丝米露 做法简单又好吃 赶紧看一下吧 水开后放入丝米 稍微搅拌一下 水要尽量放多一些 盖上盖子煮个20分钟 可以了 看一下这个丝米现在里面还是白的 把盖子盖上 把火关掉 再泡30分钟 好了 时间到了 看一下这个丝米已经全部透明了 这样就可以了 把它盛出来 放入200开里面过一下水 这样西米会更加清爽Q弹一些 现在我们切一个蒙果 先酥着刮两刀 然后再横着刮三刀 要把它翻过来 要用一个勺子把果肉刮出来 然后跟着个人口味放入白糖 我一般放两勺 再加入一些牛奶 淹没蒙果过一点点就可以了 要把盖子盖上 以后把它打成蒙果汁 这个时候我们把虚米捞出来 把打好的蒙果汁倒进去 刚打出来的蒙果汁很多泡沫 看上去还有点粘稠 不过等一下你就可以了 把它搅拌均匀 看着都很有食欲 也要再放入两勺蒙果肉 这一道蒙果 西米露就做好了 记得冰一下再吃 口感会更好哦 现在天气越来越热 你也赶紧试一下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见 拜拜